运行Windows 11更新 要更新Windows 11,点击搜索图标 然后搜索并打开设置 在设置中,选择Windows更新 点击检查更新 Windows将检查更新 然后自动下载并安装所有可用的更新 如果系统提示,点击立即重启 重新启动电脑,或者选择安排重新启动 以在不同时间重启您的电脑 要管理Windows 11更新首选项 选择高级选项,然后选择想要管理的选项 在高级选项窗口中,启用所需的选项 启用该选项,将在更新Windows时 自动更新其他Microsoft的产品 启用该选项,接收有关完成更新的通知 在重启前需要15分钟以上 确保设备已启动并插入 启用该选项,在使用按流量计费连接时 下载更新 启用更新通知选项,以在电脑需要重启 才能完成更新时,接收Windows通知 启用该选项,调整您的时间 让Windows知道您何时使用电脑 这样便可将更新和重启 重新安排在您不使用电脑的时间 可自动或手动调整活动时间 为此,选择下拉菜单按钮 然后选择所需的选项 点击YouTube中的播放清单选项卡 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 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